欢迎回到书房里的十二堂课 我是主持人永昕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书科集团的副董事长林雅玄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段呢我们想聊聊看 就是你身为一个女性领导者 在这一方面你有的学习跟一些历练 那首先我想要知道一下 在你成长过程中或者是进入职场之后 你有没有哪一位role model 有 我觉得先回到就是我觉得女性领导人 我觉得女性领导人跟男性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 当然就是我觉得领导人其实方向大方向宏观的东西 他们其实都有在的 可是女性我觉得他会在细节还有围观的这一块 他可能会更着重 就譬如就是说他们其实有点像就是家园里面的园丁 他们会撒种他们去灌溉 然后他们也会去协助下属或员工或整个公司去开花结果 他们会让就是我若是员工我会让他们觉得说我随时都在 而且他会去换位思考 因为其实女生的角色不会只有在工作 可能还有时候是妈妈 所以他会去换位思考会去鼓励跟支持你 但是他在坚毅就是说那个目标这一块他还是要达到 大家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来勉励把你这样当作自己像自己家里的小孩一样 让你去发挥自己的所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领导人的一个特质 那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看到身边的谁还是把谁当作模范的典范吗 我觉得我很庆幸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刚好就有两个这样子的女性领导人的典范 一个是我自己的亲生母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书哥的董事长廖子诚董事长 因为他们两位呢我都是觉得就是 如果哪一天我可以成为他们一样的事业跟高度的话 我就会觉得我就把他们当作我的偶像这样 就说到我母亲的话呢 因为其实我母亲在我父亲过世之后呢 她一肩扛下包含家庭包含事业 然后也让我们这些子女就是 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成长 那我觉得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 百分之百一个台湾女性的一个真善美 都在身上体现出来 那廖董呢 我觉得我对于她呢 我是很佩服她的开创性 在事业上面的开创性 然后而且她对员工这个细腻度 所以这两位女性呢 让我看到就是她们在面对不同的挑战 她们都还坚持自己原有的温柔跟坚毅 那这是我觉得非常不简单的一点 那你自己身为一个七年级生啊 在这一个年代 你觉得你面对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七年级生 其实我的年代 我们有经历过去电话亭打电话 然后也有经历过BB Call 然后也有那时候黑金刚手机其实都经历过 到现在用手机 不是只有手机还可以就是上网啊 支付啊 所以好像我在我的这个七年级的年代里面 好像我觉得整个世界时代一直不停在转变 那不停在转变的时候呢 我们七年级生就要想办法去适应 因为我们不可能像五年级六年级生说 那个我不会我不去学 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是得想办法在这样一直变的环境当中呢 去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 那科技既然转变这么快 你有办法想象或者是你猜一下 你觉得十年后智慧化的程度或者是科技发展的程度会到哪里呢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5G了嘛 那接下来很快就要6G了 你说十年后我觉得有可能7、8、9、10G都出现了 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是一个 我可能都不用出家户 我就是一个沉浸式的 我就直接在家里 我都可以遥控很多的东西 然后而且可能整个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面已经被了AI数据啊 所包围 可能生活上有很多机器人 他帮我们做很多 比如说可能煮饭炒菜都有可能 然后路上可能都是智慧型 就是那个什么 自驾车 那那个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去想象 可是我猜有可能未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你有没有对于就是未来这些快速进步的科技啊 跟转变的社会里面给自己设定什么样子的目标呢 嗯 回到这一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变 所以我们你要问我说未来会改变会转变是什么 那我会觉得说 我可以给一句话就是 亚马逊的创办人Jeff Bezos 贝卓斯他说的 不要问说未来的十年内什么东西会改变 要问未来的十年内什么东西不会改变 那我觉得最不会改变的呢 就是坚持 就是那个人的温度跟温暖 这块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温度是我们台树科的DNA 我们也有在地的使命感 虽然我们是连接我们到加护的最后一里路 但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去守护这片土地 然后给台湾这片土地一个回馈 亚轩想要请教你 你身为一个从小就在世界各地漂泊的台湾孩子 回到台树科工作这两年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觉得从以前就是我从小这样子 六岁出去啊然后后来到澳洲到大陆 后来回到台湾 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在台湾工作 我也觉得台湾做这片土地很美 然后很多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价值 其实是需要被更多人看见的 包含我之前有去到口湖 我发现口湖它光满鱼的出口量 可能是全台湾之冠 可是它是非常一个乡下的地方 所以真的不要去小看就是说 好像地方它好像就旧旧或什么的 没有他们其实很多我们中南部 光我们中南部就出了非常多的隐形冠军 那包含我们还可以感谢有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去支持很多在地的小农 包含刚才说的七年级生 一个男生他回来云林要去做这个草莓 那我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协助他们 然后大家我们整个公司 还有包含这些我们的这些人 我们一起茁壮成长 那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那在你工作这两年期间 接触到非常多隐形冠军 不管是刚刚说到一些制造业 或者是一些轻农 那跟他们交流的过程 带给您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觉得我跟他们交流之后 我就觉得说不要觉得 好像外国的越南比较远 其实在你身边周围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可能做这个行业 十几二十年 然后在全世界也被看到 所以他们虽然在地 但是他们所有的企业使命 跟传承还有所有他们的产品 是被全世界看到的 所以之前廖总其实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越在地其实是越国际 那我们不用去找外面世界的其他东西 我们就在我们就近 我们生活周遭 我们跟这些一样是台湾人 在世界各地打拼的台湾人 一样跟他们吸取经验 然后从中我们来获取自己成长的动力 亚轩其实我们年轻一代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乖乖坐在电视机前面 你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而是我们会主动去搜寻 就是我想要看的内容 那面对这一些年轻人所带来的挑战 台湾科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 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年代 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 以前你可能随便搜寻 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看有线电视 所以那个节目就算其实没有那么好看 可是它都有一定的收视率 那现在年轻人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真的只是看手机 他们已经不再去看电视了 所以要去了解这些年轻人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其实想要的就是很油脂的内容 所以我们台湾科也跟LINE TV 成为亚洲第一个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结合 就是把我们的想象就是把有线电视 我们跟LINE TV结合完之后 就是有线电视不再只有线电视 它就是一个挂在墙壁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手机 那OTD的内容跟有线电视的内容 都可以在这个很大的电视里面可以收看 然后在新闻上面呢 我们原本可能是在电视节目里面的20台 我们看我们的中台湾新闻网 那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节目上架到LINE Today上面 让更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喜欢用LINE 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可以搜寻到我们的新闻节目 而且我们的新闻节目都是没有任何的新赞色 非常优质的一个内容 让这些内容让年轻人可以看得到 刚刚有提到说在内容的部分 其实台湾科也做了非常多的创举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科在制作内容这一块 是抱着什么样子的理念呢 我们的内容其实我们可以朝三个方向来演进 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地化 我们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26年了 我们一直致力于播报地方的新闻 所以我们现在的服务范围呢 有五个新闻台 从台中、南投、云林、嘉义跟台南 一路播报这个范围的地方的大小事 那我们的新闻其实也在金市奖上面获得了近百座 然后也获得了卓越新闻奖 那我们在地化完之后呢 我们发现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内容需要再更精致 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就请吴念珍导演帮我们指导了一部叫真世代的节目 那我们也是第一个在金钟奖获得奖项的有限电视业者 那现在到了2020因为树英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容可以网路化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YouTube上面呢 有一个Local的一个节目 那Local呢它就是L-O的L-O 那Core就是敲敲门那个Core 那这个透过这个Local的节目呢 我们把我们一样是在地的新闻 在网路上去发散 那这些包含在地化、精致化跟网路化呢 我们都希望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天是有在地的使命感 我们希望在地的优质内容可以让更多的民众看见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请亚璇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一句话特别能鼓舞你 或者是你给自己设立的一个小目标 我觉得因为在我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我一直希望我去看整个世界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说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 世界看到台湾在地的美好 所以这句话就分享给大家 我们谢谢亚璇今天跟我们分享许多她成长历程 以及工作上面的故事 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有获得一些收获 书房里的十二堂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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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